關愛基金是扶貧委員會的一個小組 主席也是扶貧委員會的委員 羅志光 他們有什麼建議呢? 都是上來扶貧委員會 要我們同意通過 政府才增加扶款給關愛基金 可以這麼說 關愛基金現在來說 他們會先談到 上來扶貧委員會同意他們去做 亦都有互動的關係 如果扶貧委員會覺得有些事 短期應該做 不要肯改變政府政策才做 就可以交給關愛基金 叫他們想想 由他們建議上來 就可以撥款去做 其實我的關注就是有兩樣 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我們給了錢幫助 住在公廈或商廈劏房裡的人 那筆支援的錢 是不是真的落到他們的袋子呢? 這是我第一個關注 因為我很擔心做劏房的人 其實是很留意市場的 因為劏房就像羅志光主席所說 就是海鮮價的 因為他是非法 他沒有合約的 是沒有的 他就告訴你 明天我加租 我就可以加租 如果不喜歡的話 麻煩你搬走 因為沒有租約是沒有保障的 所以我就要有個擔心 就是 是不是那筆錢 真的落到那些 住在劏房裡的人 還是會給人家 即時加價 即時加價 摸到他們的部分 這是我第一個擔心 第二個擔心 就是 好像孫先生你剛才說 就是 那件事是 不合法的 而公務員守則裡面 也有一條條文說 如果公務員知道有些事情是違法的話 他要告訴其餘的部門 讓人家可以執法 那次的討論 究竟是不是 關愛基金裡面的公職人員 看到劏房來到公廈 劏房來到新潛市 要告訴屋宇處 第一次 我的法律意見 是要說的 公務員的授質裡面說 你跟律師說 我經常都說 你千萬不要跟律師說 做不做得 你一定跟律師說 我想這樣做 你令到合法 麻煩你這樣 但是他就說不行 所以就 政府法律再看 就再拿法律意見 第二次來 就說沒有問題 是嗎 是 那他就說 為什麼沒有問題呢 就說 那條條例說 就是 如果有人劏房 才做了一些違法的事情 他就會出張令 就叫那個業主 收拾他 如果他不收拾 才是違法的 那變成公務員 所以公務員 或者公務員 看到的時候 他不知道有沒有出過令 也不知道出了令 他有沒有執行 所以原本的意見 說是有合理懷疑 現在第二次的法律意見 就說 不構成合理懷疑 這個都挺刺激 這個我也有些保留 但是我的關注就是 不應該低公務員 和公職人員 是一個這麼政治敏感 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 是跟手則做 但是今次政府出來澄清 他們不需要合理懷疑 至少我可以適宜 公務員和公職人員 將來執行職務的時候 就不會是違規 我就會這樣看 香港人也有個香港夢 就是很窮來到香港 走難來香港也好 怎樣也好 接著就申請住公屋 接著子女讀書 將來就存夠錢 買層私樓 接著私樓不停起價 由細單位換大單位 當她老的時候 其實她的資產 如果有層樓 說的是幾百萬 如果那個香港人 他是選擇 怎樣都是住公屋的話 他是積聚不到這些資產 分別就在這裡 那你說是不是 政策有問題呢 政策原本 其實所有公共房屋的政策 都是幫有需要的人 但是你知道 香港的政治環境 就是很難說 你一個收入到某個水平 我就要趕你走 不可以的 這個不可以的 如果不可以的話 最多就是雙倍租 雙倍租他都願意付 其實都是沒問題的 如果是這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選擇 這是一個選擇 你決定是買樓還是最高屋 至今時今日 如果選擇是買樓的人 是不會後悔的 一向你民望很高 而做官的時候 你很喜歡下區 以前下區很普通 真的覺得你親民 但現在下區很大件事 你覺得 你覺得 究竟怎樣為之做一個好官 我想真的要聽 因為以前下區 基本上就是解釋政策 和聽的政策 就是改變 很多時候散了會 那些人都會圍著和他聊天 現在就不是這樣 現在就不是這樣